依据卫生福利部统计资料显示 109年国人死因自杀居第11位 台大公卫学院社会科学行为研究所所长张书森教授表示 约有六成自杀企图民众在采取自杀行为前曾留下讯息 有接受关怀服务的自杀企图民众自杀死亡率会下降63.5% 因此为了提升周遭亲友察觉与协助有自杀想法的青少年 北市府自杀防治中心日前举办直播 由网红反骨男孩孙生主持 鼓励青少年适时排解烦闷 电动或者是运动啊运动抒发压力 对不要自己都闷着啊 不要自己闷在心里 闷着一定会爆炸 就是你自杀突击队二好看 对没错所以不能太去压抑自己 青少年要就是去讲出自己的一个痛苦烦恼 跟爸妈或者是跟学校的辅导老师之类的 说出来会比较好 偷偷去运动啊 运动来转移注意力啊 再来呢或者找人来聊聊天 跟好朋友啊打个屁啊 把心里的话给说出来 那当然啊也可以吃零食啊 或者打电玩啊 不过也不要过量 另外青少年使用网路时间长 情绪也容易因为网路上的意见受到影响 要如何勇敢面对也是必学课题 那加上现在可能是网路资讯比较发达嘛 可能常受到一些错误的讯息啊 或是朋友之间 同侪之间 网路的一些负面的讯息互相传导 就会导致一传四十传百一个效应 没有错 特别你刚刚讲的对 网路虚拟世界也加速了这种效果 年轻人自我认知 反而迷失在重度的网路虚拟世界 他因为说一点点言语都来讲 他觉得很严重 受伤了 受伤很严重 所以呢我们这边也是期望呢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线上朋友 在虚拟世界真真假假 你要学习成长 千万不要一时的文字或言语 受到很大的挫折 要勇敢站起来 自杀防治中心 每年透过世界自杀防治日 宣导市民关注自杀防治议题 并呼吁市民透过察觉 询问 倾听 求援四个步骤 成为身边青少年 跟自己的自杀防治守门人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因为